歡迎大家收看第四集的酒杯底成功話 其實一講到歐洲大家都會想起一個很悠遊 亦都很浪漫的地方 對我來說去歐洲旅行的確是一個非常吸引的一件事 但是在香港這麽繁忙的都市裏面 真的要經常去歐洲旅行就很難 不過如果你想偷德浮生半日走 來到一家歐洲的餐廳吃東西 反而就有些可能 今天很高興酒杯底成功話 我們就來到一家歐洲的餐廳 跟大家兩位成功的人士 分享一下他們成功的經驗之餘 摸著酒杯底一起聊一下 我們立即開始今天的酒杯底成功話 我們今天很高興繼續請來靚仔靚女 美女的就有我們來自King Paragroup的行政總裁 周麗莉小姐Anna 和來自Forever Couple的黎耀光先生 Eddie 歡迎兩位 今天應該是很休閒的一個下午 因為我們看到前面有這麼多美食 首先謝謝Anna幫我們安排了這麼多好食物 不過說到浪漫 我還沒訪問你之前 我先問一下Eddie Eddie我知道你就是做戒指的 其實香港很多人想起戒指就會去金舖 要不去歐洲一些很大的牌子去買戒指 大家都真的很喜歡 但其實一間來自本地的戒指專門店 你當時有這個概念嗎 其實這一點可以說回可能 都不記得幾多年前 可能700年前 嗯 很多年前我其中一個同事 他準備結婚 其實我做珠寶批筆生意做很多年 嗯 他跟我說 他說 畢哥畢哥 我去很多店舖 都找不到一對自己喜歡的結婚戒指 而他又打算做一對自己的結婚戒指 並不是說在外面 是很多各地金航可以買到的戒指 因為那些他會有很多 每一款他可能會做很多賬出來 嗯 他不想撞款 那即使你去剛才所說的各地牌子 例如歐洲的款 他們都是同一時間申請很多 申請很多隊出來給你 即是經常在雜誌見到 是的 即是可能你買給最大的那個 或者買給阿姨也是那一隻的 因為沒有那種獨特的 獨特性 或者一對戒指 屬於這兩個人 所以他提出了這個問題 然後他說 不如我們考慮一下 開一間專門買結婚戒指的專門店 打開這個話題 當然由開設這個話題以後 我覺得 對呀 這個構思不錯 可以想 因為當時香港 現在已經是一個比較 萬別的東西 是的 那大部分人 都對所有事情 有要求的 飲食 結婚 什麼什麼 那 要專業去做一座結婚戒指 我覺得是應該有可為的 嗯 從最初一路一路談 我們談了差不多八九個月 然後再浪費幾個月時間 花了幾個時間 去將這間公司承認 嗯 但其實有什麼特別呢 你的戒指 就是和歐洲牌子有什麼特別呢 有什麼特別呢 女士開始有反應 是的 女士一定是喜歡的 這個是男士 是專門店 對呀 對呀 特別之處呢 就是每一個戒指 都是屬於這兩個人的 就是 獨身訂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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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裡面的黑字也是 黑字也是 這個當然 我們除了在黑字的技術裏 我們可以除了黑字 我們甚至指紋也可以 你自己簽名也可以 真是有人演過嗎 演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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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通少將都可以 比如 我們試過有一對合戒指 尋常有一個專方人 的卡通少將小馬 他就畫了兩個人的卡通少將 把這個卡通少將 就是我們幫他去攢裂 那些戒指 變成只是這兩個人的戒指 變成真真正正可以成為 屬於他的兩個人的戒指 我求婚一定要找Eddie 不过未求婚之前 我都要问问Anna 你不要向我求婚 我不会向你求婚 我想问你用什么材料 其实做结婚戒指 是不同的年代 有不同的物料 当然我们父母配 可能捉金比较多 但是真真正的可以 我觉得做结婚戒指 最好用十八期 原因是因为它有硬度 它不和你捉金 或者捉白金 它比较柔软 很快会变异 而十八K 是可以确保到 它是很多年都不变 很多年都不变 但是现在有些港女 一定要用捉金 可能这样就拿一只戒指 明天拿去溶掉 不 捉金戒指 是可以做戒指的 但以来做结婚戒指 我觉得跟那个意义有少少偏差 因为结婚戒指 不和你普通戒指 你可能戴完今晚 一天戒指戒指 戴完会所谓保险伤 但是结婚戒指 你打算要戴一百多年 所以不耐心 是绝对不可以做到结婚戒指 戒指就是一个恒狗的回憶 但是食物 虽然吃完就没有 但其实好的食物 大家吃完都会 永远都会回美回来餐厅 Anna 我想问一下 我知道你很厉害的 每一样东西都是你亲手去其他地方拿回来 其实当时你为什么会去西班牙 去西班牙找一些食物回来香港开西班牙菜 其实当时开茶餐厅 其实你问我觉得有钱赚 但西班牙菜我真的很害怕 为什么你这么勇 20年前你根本找不到西班牙的材料 是几乎很艰难的 因为没有人代理这些材料 所以就在 其实现在就方便很多 你可以到处去找到西班牙 20年前 几乎我们要到处去梳成那些物料 就算火腿啊 腸啊 我们都要去找那些物料 但你这股热成继续找到回来 现在我都继续找到 因为不同的年代 又出产不同的东西 现在的东西是高级了 有30个月火腿啊 48个月火腿 以前就有一个叫做 白猪火腿 现在就要吃黑猫猪啊 还要吃多少年份啊 吃些什么字条 现在人们越来越讲究 要求的东西不同了 当初以前就比较普遍了 你是真的喜欢欧洲菜 所以当时要将欧洲的菜式带来 还是当时看到这一行是冷门一点 真的想做一番事业 所以我要把它带回来 20年前西班牙菜是冷门的 是十分之冷 我记得我喜欢吃东西 我都不会找到西班牙菜 当时多数是意大利和法国 要不就说西餐 其实是去那些港式的鸽扒 不会有这些东西吃 是 因为我经常旅行 我去过西班牙 我觉得它的食物很适合香港人来吃 而且它那些小小碟的鸽扒 很适合那些人分享 香港人喜欢大家一起吃 所以西班牙比较特色 我就引入了西班牙的旅行 其实你们 KING PARA GROUP第一间餐厅 其实是西班牙菜 我知道 当时我想八卦一下 那些人是贪新鲜 突然之间 每个人都离开 人头涌涌 好像现在的人开日本菜 还是 完全来到西班牙菜是吃什么的 是哪一样的 那时候做餐馆和现在很不同 那时候又没有报导 又没有人写东西 所以你就要靠自己 就是work for the mouth 那些人冲出去 有一家好的时候 突然有人写下线稿 所以我们都要浪费了 差不多一年时间来 推荐西班牙菜 Eddie 那时候你会吃西班牙菜吗 没 那时候我想 我猜一下 我看你的人 你当时喜欢吃酒楼 一些好吃的东西 我对于全国的粤菜 会比较少许多些 但是当然 现在香港真的 那个饮食文化 跟Eddie说 20年前是相当不同的 我相信没有一个人 一个星期 只吃同一样东西 是的 好 很多时候我的同事 也好 我家人也好 今天吃完西班牙餐 明天你再提供他吃西班牙餐 他说你有没有搞笑 又吃西班牙餐 对 所以现在我开多些多元化的菜 其实我认为你们开很多不同的地方的菜 其实每个地方你去拿些东西 回来卖的时候 你自己在那边 其实你怎样去用眼光去选择 或者是怎样觉得 是你逼香港人去接受这个口味 还是你要看到这个是对香港人吃 才带他回来呢 最重要是我自己先去试 我要去不同的餐厅 譬如很多人说 这个很出名的 我就去试 试完之后觉得真的好吃 和适合香港人吃的 我就引人他回来 有时你试了 觉得这个可能很咸 香港人不必接受 那我们就会想一下 用什么方法再去烹调它 那我们经常都会找些新东西 因为香港人始终吃的 都会有多元化和新衣丝 对 你真的会问 有什么新东西 有什么特色的东西 很多时候的客人都会问 现在的客人真的很懂得吃 其实有时我自己也有来李坦天吃的 我有时也听到隔壁桌 问他说 其实这条铁很漂亮 是哪里来的 或者是什么年份 其实每个都会问这些东西 现在你们起来 但现在所有东西都贵 是的 那你们在选财方面 其实有没有trade off 就是说我们都要拿些次一级的材料 去走回价钱 还是说不要紧要 就是我希望可以做到最好的比方 我不会这样做 我常常做生意 就不能将货就价 一定要做好你的 货真价实 我觉得最重要就是 work for the price 你又不可以说 我拿这些东西回来 就要四倍价钱 就是我觉得是affordable 和值的 还有没有这支歌 就是以前我记得 我家里的老人家说 做饮食 收你10元 其实是赚了你8元 就是以前老人家说 但现在是不是真的还是这样 当然没有 赚8元 他也想 我也想 可能那个gross是8元 但是你去了 还是食材的价钱 比例越来越厉害 食材的价钱 现在都要去到30多元 30元 很厉害 所以我是这样吃 所以都没有计算 灯油火烈 屋租 这些东西 现在人工 或者租金 不断上升 其实对于你们做 即是零售 其实有没有压力 或者有什么调整 要做 因为价钱你不能加 那些人是吵的 有压力的 所以在最繁名的时候 最好的时候 我反而开了最小铺 越不好的时间 我越开了最多铺 因为那时候 租金又便宜 又容易拿铺 是的 所以就 其实好像这几年都很贵 部份就会慢一点 因为始终 你没理由只是 帮业主打工 你都要赚钱 Eddie做金会不会更好 即做金 戒指等等 其实会不会 补贴这个租金的成本 因为我见到 铜锣环 中环 之后是尖沙咀的 其实会不会 做戒指 因为始终可能 利润 因为小小 我不知道价钱 但是会不会 真的好做 其实都是艰难的 其实我相信 每个行业 都有它的好处 有它的能处 但是 有件事 跟Anna 就是我们都要補助 而租金 也都是 某程度 都是有相当的 压力在 但是 我那门生意 比如Anna 那门生意 优胜之处 就是我们这些戒指 不会拆 不会煤 放三五七年都没有市 优胜之处 就在这 但是 租金的上升压力 我相信任何一个 是做满市生意的人 都是 但是 现在看到很多 金铺 但是 他们主要做很多 有客的生意 是 但是我那门生意 做不到有客生意 哦 因为我那些 一定要量身定做 是 而且我们通常做一对戒指 是大约三个月的时间 那是要试身的嘛 就好像 你做西装 要试身 你做衣服 因为我们做戒指的概念 是 两三个大前提 第一 舒服 第二 耐戴 至于款式那些 我们拿去计 因为 很明显你要舒服 因为你二十四十 才不会戴 不舒服 你不会戴 所以你看到很多 结婚的人 他不会戴戒指 或者他不戴戒指 是啊 有很多原因的 我知道 未必一定是因为不舒服的 我明白 除了你想想的原因之外 不是 是因为手脏了 才能戴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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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 这才行 感情要好 这就是 这就是正确的 所以我们都为了感情要好 大家先喝杯 那我们下一段回来 继续和大家摸着酒杯底 分享成功话 我们稍后再说 好 好了 回来到我们第二部分的 酒杯底成功 其实呢 刚才我们在休息的时间 大家都开始吃东西 都在讲很多有趣的话题 其实呢 我也有一件事 就是想打断大家一会儿 因为其实第一部分大家都说到 我们当时呢 就是如何成功建立了生意呢 那我这次先问了Anna 其实呢 大家都记得的 香港都经历了几次 就是一些 我们叫小瘟疫 就是相比以前那些 就不是很厉害了 这几年 就是比如说 沙士啊 或者禽流感 那对于其实饮食业呢 影响都很大 当时其实会不会有问题 其实啊 当时呢 其实当时呢 就是 就是 最初会有影响的 但之后呢 就OK的 因为我们完全没有问题的 因为我们很多外出的餐厅 还有我们的食物 一向我对食物都很注重 所以 我想我有一群 对我很有信心的粉丝 但其实当时 大家真的外出都害怕的 我记得 每个人都要戴口罩 那对于饮食 原来真的是重灾区 初初是的 但后期我发觉 我那些露天的餐厅 是完全很生意的 是 因为我很多餐厅 也有露餐的 所以我们不想混在里面 传统的中式酒楼 可能更麻烦 是的 中式酒楼是水淨 何非一人 只有三海 你露天始终 那个感觉好一点 初初就很害怕的 大家都很害怕 但后期我们是非常好 其实有没有试过 譬如说 开这么多餐厅 譬如说西班牙菜十五 刚才你提过的德国菜 也很成功 是的 有没有试过那些菜式 其实开一下 你不想继续住 你都害怕的 你看到我开出来 好像不是我理想里面 或者想放弃 或者甚至乎都放弃过的 嗯 so far 现在暂时没有 很厉害 其实都很独具胃眼 每一个菜式都OK 因为你开店之前 你要做讨计 是 想想放在哪里 放在哪个位置 还有 对不对那里 就是你计算数 OK 然后开 那计划很重要 我觉得是不散意 就是计划很重要 前期的计划 是成败超过50% 那你计划了八九个月才开 这个戒指专门店 其实当初是否 就是开的时候 因为你问我 我认识你之前 其实呢 我又真的听得少 就是我一想到戒指 我就真的想到欧洲品牌 或者香港的传统金牌 当时你开的时候 有没有想过 一个位置 就是生意 我相信每个人突然 一旁一旁一旁上 但是当时你是什么心态 想看多久 或者搜多久 或者会不会又试过一个 不是太好的时间 那其实每一门生意 或者每一间公司 那其实 每一门都有一个 所谓的 有一个樽颈位 而根据统计 百分之很大比例 是两至三年的伸出的公司 是会重住的 可能说80至90% 三年之内 你住在一间公司 三年之内 这间公司会重新的 所以在这个 我计划的期间中 都是预留了一定的资金 资源去付入 因为我自己 这门生意 不是我的第一门生意 我自己做了很多年 但是我亦都估计到 预算到 樽颈位 大约在哪里出现 在樽颈位出现 由于计划里 已经预算出现 所以问题 就是问题 当然 我不相信一门公信 我计划了多久 我计划了多久 你也不是一门公信 其实在头两年 生意根底是资金半 头两年到 第三年都仍是资金半 那当时有没有想到 我多看多久就没做 那并没有 你很有毅力 那并不是毅力 我觉得这本生意 是确实有可畏 因为有些生意人就是这样看的 有些只是看数字 总之我开了一本生意 我给多少钱来就可以 但我亏到这个我就暂浪 我做到第三年不行 我就不做 你当时怎样 过这一关 我没有想过是暂浪 因为始终我觉得 做到一个专门店 是不容易的事情 其实现在我不是做一份生意 我觉得不简单 我想建立一个地道 确确实实 香港的品牌出来 一早都知道 这件事不是十年八祖去完成的 你觉得欧洲大牌子 都是三五七年的事情 我们知道四字头 原来是一百五几年 还是一百九几年 过八年的历史 你要做一个品牌 在说你 要用你的拔身之力去做 那两三年里 你要肯定 这是很小的事情 是很小的事情 所以这个过程是有的 我亦都预计到 有这样的情况会出现 Anna 这些牌子是你自己称回来的? 不是称回来 我找回来的 我以前真的是称回来的 就是初初开始的 初初开始 如果称回来要收贵一点 你称不到多少厘 你知道那些地方不熟你 又不知道你有没有钱 你只称回来的 一只只像网球拍 可以做到多少个拔身 所以我应该有空来找你吃饭 还是你不喜欢自己的餐厅吃饭 打断一下 一只网球拍 可以做到多少个拌肉 要问我厨师才行 八卦 我们讲一克的 一只网球拍有多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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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kg 7kg 都很厉害 是的 尤其是骨 其实剩花肉不太多 那你经常给客人大约50g 左右 我们回到刚才的问题 其实呢 要你吃饭 其实你喜欢 你的朋友是和你来到自己的餐厅吃的 还是喜欢去呆勾 其实我的朋友 就喜欢在我餐厅吃饭 嗯 那我就会 你的东西这么棒 我平时都想约你 我就会陪他们的 那我就陪他们吃 但是如果我喜欢自己吃 我就会出去吃 为什么呢 可能我常常对着他们 有时候想试试别人的东西 有什么特别的东西 那你的解释是自己的 是的 OK 那刚才呢 休息的时间 我听你说 其实也有一个哲学 是不是自己不要常常过分 陶醉于自己的东西 都要看别人的好东西 还是不好的东西 我觉得有时候 同行里面 我们要学习别人的休闲之处 老实说 一些欧洲的牌子 人们已经在这里很多年了 他的成功一定有他的学民在里 我们如果常常闭门做居的 你都走不了多远 是啊 例如我会找我的同事出去 去不同的公司 去看看别人 无论他们销售的过程 他们卖的货是怎么样 要他们出去学习 其实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我自己也是不时去留意出点 当然 现在在香港依然没有一间 结婚戒指的专门店 但是你找结婚戒指 也四处都有的 你可以看看外面 现在是做了些什么 看看他们的不足之处 他们做得好在哪里 他们的服务 开始有人抄了吗 暂时又 不太察觉到 因为我听Anna说 你开西班牙菜 当时我记得你一定是第一间 因为我喜欢吃东西 但是现在我们 你上去那些饮食网站 你一按西班牙菜 会有很多很多出来的 但是你这么幸好 没有人抄你住 暂时没有 嗯 珠宝店你容易开 嗯 结婚戒指的珠门店 是相当困难 因为那个 在珠宝店里面 你会有很多不同的品种 可以支持到你的生意 但你只是结婚戒指的 是的 就相当恶定 如果我不是结婚戒指做 另一个戒指你不做的 不做的 不做的 哇 怪不得专门店 很有尊重 是的 我们有生意做的 是的 你们其实真的很够 好像 你在生意上 都有些一拍职合 可以有些cross over 但我真的想问Anna 有什么菜式 你将来想开的 在今时今日香港 我真的想开一些菜式 不用用很多人 因为现在的人真的很难请 我想开一些 比较简单化一点 因为现在真的很难请 根本 口包 是Anna开口包 都能担任很多人 想过的 是 很特色的 有一家 你能说到这个牌子 是 In & Out Burger 在美国 我知 在美国 在香港好吃的 在拉斯维加 是的 那一家太慢了 太慢 是的 那家又要用一些新鲜做 那么慢 反了你传统 那些东西都是休閒 勾六成 突然间 为什么要做这样的 改变呢 其实有很多东西 都可以很休閒 而做到不用太多人 你的菜式不用太复杂 你简单了 其实你又不需要太多人 但怕你的粉丝会觉得 突然间整个风格转了 那你又想有些独特的东西 你要想一些新的东西 给别人 提供一些新的东西 提供一些新的素 Eddie 我觉得专门店 我觉得这个有卖点 其实现在专门店 有卖点 有卖点 是的 很多人都会找专门店去吃 好像现在 有专门店 买核莫珠的专门店 我们好像R&C 也要专门店 买卖店 也要说是exclusive 是我们做得最好 其实现在 因为香港社会 是一个大都会 大部分人都很想 专业这件事 是的 所谓专门店 真的有卖点 有一定有 因为人们可能想exclusive 例如我想吃牛肉 專門店是賣這塊牛肉的 那些人真的會去吃 所以我覺得香港現在的人 就是 looking for something like that 就是最特別一點 專注一點 那時候我跟你們提及過 你這間餐廳不可以今天買牛扒 明天又買下點心 那你這間餐廳就走掉了 因為你不夠專業 這是九十年代很多香港 我們叫做橫街小行的餐廳都做的 譬如這裡聽這些 明天換個招牌做大樣的 但其實現在香港人真的接受不到 但譬如分界有什麼新的東西可以教你 不理會 其實分界我經常覺得 沒什麼想法 其實你會有其他發展 會不會有新的元素引誘 新的元素其實 我是買結婚戒指充滿店 主要也是做結婚戒指 我們亦有另一個方向 是做結婚周年界的 但這件事在中國人社會 暫時就不太流行 但考慮到香港對上的二三十年 很多在外邊或外國生活過的人 他們會有這件事 我喜歡的 很多很多 現在開始慢慢形成 其實真的可以看 譬如說 Anna做餐廳做得這麼成功 做生意做得這麼成功 其實她都會覺得這件事有需要 其實你都可以開始想想 怎樣可以做到一些公開 將這件事帶進來香港 其實每年一次或每五年十年一次 都會有很多生意 你會不會在那些分析 那些什麼展示 我們有在分析展裏做 我們有在分析展裏做 對 回答你剛才的問題 其實我覺得 我這本生意 你做一個專事 暫時 我知道那個市場就在 暫時我將我的精神時間 我所有的東西 放在結婚戒指 其他的 譬如剛才你提到的市場 可能提到五年至十年後 我才慢慢開發市場 暫時我想專心做好 每一對結婚戒指 你會不會給我這些伙計 很多伙計快要結婚 你知道嗎 一定會 這就是一個很酷的妥想 也有一堆已經結婚了 下一句我幫她說 就是你會不會有 那些伙計卡給他們 當然 沒問題 你知道我伙計多 全部都是年輕人 每個都快要結婚了 所以我要介紹你的專門 結婚戒指 這件事 原來幫自己的員工 尋求福利 都是一個成功生意的一部分 那今天除了這件事 我更加學到 就是之前幾集我們都說到 無論你要聯絡 還是要有一個知識 都很重要 之餘原來一個character 都很重要 無論像Anna開餐廳 好像Eddie開分界專門店 一樣是很需要有一個character 才可以做得好 那今集 酒杯仔成功玩時間 就差不多了 但我們希望 可以在接下來 繼續跟Anna 和Eddie聊天 我們乾杯 好 下一集見 我們今天吃了這麼多好的美食 其實這間西班牙餐廳 就在銅鑼灣 但King Paragroup 除了這間西班牙餐廳 還有很多西班牙餐廳 這些菜式 全部都是由我們的總廚去想的 站在我身邊的就是King Paragroup 西班牙菜的總廚阿Ray 阿Ray你好 剛才我們吃的東西真的很棒 但我們說很棒之前 我也想跟朋友介紹一下 其實我們以前經常說 我吃西餐的 但是我知道西餐有很多細分 有美國菜 又有其他不同的菜 其實西班牙菜有什麼特色 可不可以跟觀眾介紹一下 當然了 西班牙菜 首先很多人會認為是吃火腿 可能會有很多tapas 其實送走tapas 或是小碟的tapas for share 是一個熱鬧的氣氛之下 但其實我想問一下 是不是歐洲的菜式 特別小碟一些 還是大部分西餐都是小碟一些 其實西班牙會更小碟一些 因為它叫tapas tapas是一些送走的小食 會更小碟一些 讓一大群人去share 喝酒和食物 所以大家吃的時候 就不要說 你為什麼會這麼小碟 這個真的是地道的色彩 不過我剛才吃的 那個羊肉真的很棒 在節目裡面 Anna跟我說的 那個是黑毛豬 不過我們又沒有詳細說 其實是什麼 其實黑毛豬是一個豬種 當然火腿 你一定要首先 用一個漂亮的豬種 去做一個漂亮的火腿 當然它會計算它的治療 尺寸 年份 去行為一個火腿的級數 剛才你試到那個 就是這個100%的 Ebecco Pork 它也是吃了全醬果 所以一出來 你會看到油份 油花都會很漂亮 入口的時候 就吃到醬果的香味 其實你問我 今天真的學了很多東西 原來 豬是只吃一個醬果 其實我以前只聽過 谷字的豬 或者是吃其他東西的豬 但如果只吃一個醬果的豬 我也是第一次聽 但這類型的豬 其實我們吃剛才的菜式 是不是要配什麼酒 才會特別好吃 當然 如果吃火腿的話 我會建議喝一些紅酒 一些濃味的紅酒 會比較好 會不會有什麼年份的紅酒 會比較好 還是我們配一些漂亮的紅酒 可以 配一些漂亮的紅酒 可以 我想說剛才我吃過的腸 其實腸不是德國的特色 西班牙腸是否有什麼不同 也不是 西班牙的Torreso 是很有名 剛才你試過的 也是我們用了生的Ebecco 豬去種 跟一般的風光腸不同 這個是另外一種吃法 明白了 今天很感謝Ray 跟我們介紹西班牙菜的特色 如果大家想多吃西班牙菜 不只是在鏡頭看的話 可以隨時來到King Para集團的餐廳 我們一定會為大家送上最好的美食 看完這麼精彩的節目 要重溫今天的節目內容 可以來到我們香港最受歡迎品牌的網址 famousbrand.asia 或者拿一本都市城市雜誌的11月號 都有刊載 今天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下次再跟大家 酒杯底 成功話 拜拜